哈喽大家好 我是顾早卫 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 让我来跟你们讲一个故事吧 从前就有一对周代的恋人 一男一女 这个男的是一个读书人 女的不知道 嗯? 他们两个就相恋了 那你知道相恋没多久 有一天他们两个就分开了 分开了之后 这个男的就不来找这个女的了 就一点消息都没有了 渣男 然后这个女的就跑到村子里的悬崖上 等那个男朋友回来 这一等 等啊等 就变成万夫时了 诶诶 错了错了 然后这个女的呢 就放不下嘛 就跑到他们平时约会的地方 也就是一个城楼 跑到那边最高山去 等着这个男的有一天会过来找他约会 可是这一等呢 都一直等不到 所以每天啊 你就会看到这个女的在城楼上 垫垫脚啊 看探头啊 看啊看啊 男朋友怎么一直都没有来的呢 等啊等 等啊等 然后他心里就非常的焦急 非常的伤心 就在那边说 我无时无刻都在想你 你的衣领 你的佩戴 你平时所带的东西我都记得 我一直想你 怎么你都不回来的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要来找我哦 想到这里 就生气了 难道我不去找你 你就不会来给我消息吗 难道我不去找你 你就不会主动来找我的啊 话完了又哭 哭完了又骂 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想你哦 嗯 想到一天不见就很像三个月没有见这样 如果你不要来找我的哦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见你 以上的故事呢 虽然没有那么好听 嗯 但其实也不是我乱编的 的的确确有这个故事存在 它是来自于诗经里面的一首诗 让我来念一下那首诗啊 轻轻止惊悠悠我心 众我不晚 子宁不息音 轻轻止配 悠悠我思 众我不晚 子宁不来 调息 达息 再成 雀息 一日不见 如山秋夕 诶 一日不见 如山月夕 这首诗呢名叫紫荆 没错 就是最近非常有名的这部上时明朝古专剧 而里面的那个女主角就是由吴景妍演的那一位女孩子呢 她的名字就叫着紫荆 其实我一开始被这部上时古专剧 吸引会去看的原因呢 是因为很多人讲这部剧它高度还原了明朝服装跟饮食的细节 可是没有想到我刚看第一节的时候 当我看到女主角的名字叫紫荆的时候 Oh my god 还没有看到她的饮食服装 就直接被女主角的名字爱上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紫荆的名字取得多好啊 我马上就想到了诗经里面的紫荆这首诗啊 到底这首诗跟这个名字究竟有什么魅力到 我真的觉得美到要哭了 首先第一点 在还没有看这部剧之前呢 或者是这部剧刚刚宣传的时候 很多人会想看的原因是因为一种遗憾 什么样的遗憾呢 就是在《沿袭攻略》里面 复查复衡跟魏英洛 他们两个没有办法组CP的那种遗憾嘛 所以自从这部CP被宣传了过后 很多人就看到 诶 男女主角是他们诶 有爱情戏诶 就是补那个心中那个缺口 你明白吗 然后在《沿袭攻略》里面呢 就有这么一段 就是魏英洛在知道 复查复衡死的时候呢 他就说了 这一辈子我没有办法陪你 但是下一辈子呢 轮到我去追你 所以可以想象到 我在看这部善食的时候 又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是有多么的激动 就是说魏英洛回来找复查复衡了 他要回来追了 他要回来实现他所许下的诺言了 因为紫荆这个名字 如果是按着诗经那首诗来讲解的话 紫荆比较像是 一个女追男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上时剧主既然是使用了紫荆这个名字 用在女主角身上 这样是不是也在暗示着 阎系攻略里面的魏英洛即将化身成紫荆 回来上时的系里面追 这个皇太生朱战金 也就是阎系攻略里面的复查复衡 难道真的是这样子吗 你都非常的激动啊 可是呢我转念又一想 咦不对 阎系攻略里面 魏英洛是说 我下一辈子来追你 下一辈子不应该是 家庆年后或者是民国时期吗 上时是明朝的 难道他去错年代了 他不是去到下辈子 他是回去上辈子追 想想都没有理由对不对 所以我突然就觉得 我的第一点似乎不合理 可能是我们这些观众想多了 上时剧主没有这种想法 可是不要紧 第一点不合理 还有第二点 在我觉得第一点非常不靠谱的时候 我就觉得算了咯 我就继续往下看这个戏 所以不知不觉的 我就把前面的14集看完 看完14集过后啊 我才明白了 为什么这个剧主要把 女主角的名字叫子晶 原来故事里的这个子晶 一开始是被许配给这个 朱湛记的 也就是男主角 可是谁知没多久啊 当时的皇帝呢 就突然间知道这个胡氏 这个胡家里面有一个女儿 生下来自带祥瑞 所以他就主动切断了 这个朱湛记跟子晶的两个人的婚约 改让朱湛记去娶这个胡氏的女儿 而子晶呢 当然很伤心 因为他小时候其实是见过这个男主角的 他一直都暗恋这个男主角 暗恋着这个男主角 你想想都快要嫁给他了 突然间就被斩断那个婚姻 当然很不甘心 对不对 所以他就发誓一定要进入这个宫里面 来找这个男主角 所以至少到第14集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子晶的这个名字 取得真的是很好 因为非常的恰当 的确是子晶自己去追这个朱湛记的嘛 然后不止这样 这个戏里面呢 还有一小段桥段也非常迎合了 在首诗那个哀怨的那个部分 在后来呢 可想而知这个朱湛记 当然是知道了这个子晶这个女孩子啦 然后有一天就被他发现了 子晶原来就当初一开始被许配给他的这个女孩子 于是呢 他就质问了子晶 你接近我究竟有什么目的 然后子晶呢 一听就很生气哦 但是我觉得比较像是赌气啊 赌气的跟他说 他很恨他 他接近他目的 就是为了要来看看他的妻子究竟有多好 为什么不选他要选他 所以是不是有点像诗经里面的那个哀怨的部分 我不来找你 为什么你就不能来找我 为什么你一点消息都不给我 当然除了子晶这个名字取得非常漂亮以外呢 我其实也觉得那个姚的那个性非常的好 因为姚子晶的这个姚这个字呢 在汉语上是指美好的样子 所以你想姚子晶姚子晶就有点像是在讲美好爱情的故事 所以上时的剧主书是其实也在暗示着 朱瞻鸡跟姚子晶将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爱情戏份呢 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了 吹王 我们下期见 拜拜